我的天哪 吃过这种臭烘烘的黑蒜吗 包开以后 里面竟然像黑色橡皮蜜一样 有个小伙子 把橡皮蜜扒拉开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枚钻戒盒 把钻戒盒打开 里面还有一枚超闪的钻戒 真的太神奇了 竟然还有这种黑色的蒜 打开以后 有个迷你钻戒的 刚才我去送了一下 原来这种黑色的蒜 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蒜发酵出来的 既然黑蒜里面有黄金的话 那咱们家里出的蒜 后悔也有黄金啊 原来这种家里的盒子就有蒜 走走走 我们看下去 好那我把家里的蒜给偷来了 那最后里的蒜还发霉了呢 接下来就让我来找一找 这蒜里有没有黄金啊 哇 很明显 这颗蒜里它没有黄金哦 再来看看这颗发霉的蒜 这颗蒜里也没有黄金啊 看来想找到黄金钻戒盒 咱们还得点黑蒜 马上下单 好那 黑蒜到了 没想到这黑蒜竟然比普通的蒜还要贵 一贯用那种29块钱 每个瓶子都闻到味儿了 话说这大蒜就已经够出了 吃了发酵的黑蒜 该不会出了不能吃吧 咳咳咳 接下来这种菇菇 我来帮大家尝一下 这黑蒜的味儿也太浓了 来拨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妈爷 果然黑得像没太一样 咦 这人流油了呢 捏起来软糊糊的 树树里面 竟然会有黄金哦 让我来掰开一颗看看 拜 哇 没想到这颗黑蒜里面 还有一个迷你蒜 再把这颗迷你蒜也给剥开 这里面除了凉糊糊的东西给啥都没 我这手上早就跟扎东西一样重了 我们大家尝尝一口 这味道怎么又甜又咸 还又辣啊 这黑蒜的味道也太出了意料了吧 吃起来完全不像是蒜粉啊 我又是这里面终于黄金了 那应该老之前了 接下来就让我来帮大家把这些蒜全都播了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黄金啊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有心提醒一下 这是个有味道的视频 请无上比赛 开始播咯 哦 这颗里面没有 播开 这颗里面也没有 来看看这两颗黑蒜蒜的里面有没有吧 里面是石精的 这颗也没 老师们 这一盆算 我都已经播完了 这也没出现 里面黄金啊 而且这个呀 实在是 这两人受不了啊 再闻一口 莫实在是播不下去了 再闻一口 我就得痛啊 算了算了 莫刚才不找了吧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啊 我以为这个在播什么呀 这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闻着还挺香的呀 黑蒜 竟然还有这种蒜 闻起来这么香 让我来尝一个试试 那就来尝一个最大的吧 这个味道闻起来 可真是太罪人了 这个该不会是有些奶花味的吧 我还来看看 这 这是什么呀 里面怎么有个金色的东西啊 快快瞅瞅 这是 一个小盒子 现在我来看看这个盒子里是什么 哦 这个蒜剑 我以为它这种黑蒜 太色剑了呀 吃大蒜都能吃着黄金蒜剑 我这运气已经推好了吗 我的天呐 你玩过这种 放进水里泡一下 就会变大的海绵宝宝吗 居然有人把它剪开 还在里面发现了 纯金海绵宝宝纪念币 太神奇了 不是吧 纯粮里面都是出的海绵宝宝纪念币啊 我可是海绵宝宝 真是算是 这种纪念币我也想要拥有 不行 我得去搜搜看 哪里能买到这种纪念币 这个洗碗机也太贵了吧 一个都要16块钱啊 算一下了 要是抽到纪念币的话 上次说应该也值一套房吧 你赚不赔啊 买它买它 搞几个海绵宝宝给你们倒来了 这一次我一共买了8个海绵宝宝 就会这些 我花了个100多块钱呢 什么时候都就花了100多块钱啊 我跟啊 他哪都要你啊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海绵宝宝吗 这个可能我花自己的令和钱买的 这些海绵宝宝有可能能推出黄金金银币哦 那我给你来个开门红币 我的手机就逼你好多了 先等一下 这些海绵宝宝是要先放进水里泡的 等它们泡水膨胀以后 才能把它们给解开 水位已经准备好了 哪些泡这个笑得超开心的吧 这个海绵宝宝就只有巴桑的 里面真的有这种病吗 拿起来 哇 软乎乎的 好可爱啊 不知道遇到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下去吧 按摩按摩 拉伸拉伸 它好像真的有在变大 有此来大 现在已经泡了接近十分钟了 咱们来对比一下 看它到底有没有变大 开一盆新的 这变大了不止一点点吧 这也太大了 别颜色都变浅了 感觉里面好像真的有东西 赶紧把它剪开 天天有没有金币啊 现在就来剪 剪开海绵宝宝的小酷酷 我剪 最剪 这是空的吗 啥也没 不是吧 上来手机就这么对啊 我啥也没收到 但是看我的吧 把我的小开心放在水里 洗个澡灶 揉一揉 看它越来越大了 它现在已经变大偷多了 让我们来剪开看一看 我看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我好像是空的 刚才来尝尝我 你自己还不是什么都没错的 还浪费了我一个可爱的海绵宝宝呢 剩下的就没机会了 我要全部自己来剪 这回我要一次多泡点 小偏呢 给各位来个颜党的大目标 休息 下去吧 揉一揉 洗一洗 抓一抓 快点变大了吧 好了 现在它们已经被泡大了 咱们先来个星星眼 三块豆腐一样 好可爱哦 这次由着鞭鱼人来剪 这我们怎么感觉硬硬了呀 呦 啊 喜老板 我怎么撞到了你呀 最团圆的就是你了 坏主意最多 虽然我还没有老婆呀 虽然一不小心触动了喜老板 但是她的追购有大家的合照了 我们的海绵宝宝在C位哦 这让你真的好兴致啊 这让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了 你怎么可能不要一样不快就换我啊 老师那我给你画不来了 你怎么忐忆了 那我要来个瞪大眼睛呢 让我们来剪开它 鞭鱼出来了 看到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是什么 郑鱼哥 感觉他是最没痛心的那一个 他们很讨厌海绵宝宝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吧 李老板我是郑鱼哥 谁是属老板 我又想抽到呢 可是海绵宝宝 记起来剪这个星星眼 然后剪他的小破破 剪 我又拥有了一张金钞龙 我是属老板 现在我已经拥有两张金钞龙 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抽到海绵宝宝呢 如果不能抽到海绵宝宝 这份太大星就好了 好了好了 你已经吸宝水 可以上岸咯 小轻轻的简开 黑色不知道会抽到谁呢 赶开看一看 太大星了 刚才抽到太大星也不错 立刻马上太大星就来了 嘿嘿 现在你是我的了 哇塞 姐 我好羡慕你啊 你都拥得散张了 还有一张神拍打星 能不能让我再抽一个吗 那呢 我给你一次机会来 看你笑得这么开心 肯定能给我带了好运 吸一下去泡泡水 好了 它现在已经变大了 咱们来把它剪开 这一次啊 咱们从侧面来剪 开 我要翻转过来了 我今天抽到了海绵宝宝 这个海绵宝宝竟然是金光灿灿的耶 这游戏我必肯定很值钱 不是啦 海绵宝宝竟然被你抽到了 是不是很傻啊 啊 我好羡慕啊 不过我有这张拍打星 我也很满足了 几几几几几的小彩们 这里还剩下一只 猩猩眼的海绵宝宝 记得减减赛赛 在屏幕前留言 我会随地出现了小彩 把这张海绵宝宝送给你们